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身体在垮掉之前会出现这七个信号 有一个都能要命 现代人的生活都比较忙 但具体是在忙些什么呢 忙着工作,忙着带娃,忙着享乐 但忙归忙,身体还是要多加注意的 要不然身体垮掉了,就只能忙着后悔了 任何事在来临前都会有征兆 身体垮掉前同样也会有提示 当发现这些信号时,就要多加小心了 创交书作家何全峰曾在书中讲过一个故事 一位知名大学心脏学系主任心脏病发作 病情十分严重 在经历冰死的绝境后 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 住院的三个月 他整理了自己的生活心得 然后总结出两条生活守则 这两条生活法则不是什么保健养生医学两方 而是特别简单的两条为人处事的方法 受则一,别为芝麻小事耗力气 受则二,所有事情都是芝麻小事 深以为然,越是纠结在小事上 越是会影响自己的情绪 你可能不知道,焦虑,压抑,愤怒,沮丧等 这些情绪的波动都可能是身体垮掉前的信号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当人产生了负面情绪时 七成以上的人就会以攻击自己的身体器官的方式 消化这些情绪 淡卖一向从2000年开始 历时11年 设计9870名成年人的新研究发现 与没有相应问题的人对比 长胤夫妻关系 出现情绪困扰的人死亡率增加一倍 常因亲子关系焦虑的人死亡率增加50% 常跟家人争吵的人死亡率升高一倍 常与邻居争吵的人死亡率增加两倍 压力让人变得情绪化 身体也会随之发出了报警信号 身体垮掉前会给你这七个信号 生活中一定要多加注意 一、生气 从健康角度来讲 嫌气、怨气、闷气、赌气和怒气这五种气 不仅让人心情变差 还会在身体里留下不良记录 生气时面色苍白 嘴唇发紫 手脚冰凉 天长地久 会导致免疫功能低下 脏气病变 特别是身体不好的老年人 在生气时血压瞬间上升 很容易出现脑溢血 心脏病和心肌梗似 解决方法 一、怒就是奴隶自己的心 这时要给自己心理暗示 千万不能做情绪的奴隶 二、生气最好不要超过三分钟 三、适当增加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 能平息情绪 每天一勺花生酱是不错的选择 四、荞麦、糙米类等碳水化合物 也能够刺激负荷胺的分泌 令人安静 二、悲伤 茶饭不思戒酒浇愁 都是过于悲伤的表现 此时 人体交感神经系统 分泌出大量的压力激素 会使动脉收缩 容易导致心脏病发作 中医也认为 当一个人悲伤时 往往呼吸急促 甚至气不成声 容易造成废弃的损伤 解决办法 一、悲伤时可以试着强装笑脸 这种心理假动作 有利于释放不良的情绪 二、用于快回忆法 想想之前的一些快乐 转移注意力 而且悲伤时一定要和人交流 三、全麦食物和富含色胺酸的食物 能帮你远离悲伤 比如鱼、肉类、黑豆、南瓜子人等 三、恐惧 人在面与威胁或者可能受伤时 会本能地产生出一种情绪 这就是恐惧 它可能派生出很多种其他的情绪 比如紧张、焦虑、害怕、不安等 如果一直处于恐惧状态下 就会心慌心跳 呼吸急促 头脑混乱 甚至晕厥 解决办法 恐惧是很正常的心理反应 不必有压力和负担 可以先将自己恐惧的各种可能因素列举出来 学会直面它 另外 可以吃一些自己喜欢的食物 有助于缓解紧张和恐惧的情绪 四、忧郁 经常处于忧郁状态 会导致过多的肾上腺素和皮质类胆固醇的产生 加快人体率老进程 不少老年人由于退休后儿女不在身边 在孤独和忧郁的阴影包围下 很容易老得快 几句办法 一、面对忧郁 可以反向思维 看到问题中好的一面 并积极寻求快乐的心态 二、广交朋友可以让自己的注意力转移 有利于消除心中的郁闷 三、每元素具有稳定情绪的作用 多吃香蕉、苹果、葡萄、燕麦等 可改善心情 五、敌意 敌对情绪会转化为焦虑 长期积累 可能破坏免疫系统 更严重地会导致心脏受损 消极情绪与肺功能衰退有关 而且还会反过来加速老人肺功能衰退 此外 敌对情绪会引起心脏病、哮喘等 解决办法 一、80%的敌对情绪是能被克服的 正是社会和职场规则 多享一点工作 少算计人际关系 二、当出现敌对情绪的苗头时 可以给自己沏一杯绿茶 其中的茶氨酸有助平稳情绪 清理思路 六、多疑 多疑的人往往感到孤独、寂寞、心慌和焦虑 特别是有些老年人 即便一点小事也要琢磨猜忌很久 他们天天紧张不安 最终可能导致心理崩溃 也会因为寝食不安 引起食欲不振和营养不良 解决办法 一、如果感到有多疑的情绪滋生 可以每天记录自己一个优点 这样有助于增强自信心 增强与人面对面样沟通的能力 减少误解 二、吃一些海鲜产品 能改善心境 消除不安的状态 七、季节性失控 研究显示 在炎热的夏季 约有10%的人容易情绪失控 频发、增值和摩擦 在冬季 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 这些情绪问题被统称为季节性情绪失调 对环境和气候格外敏感的人 会产生焦虑或低落的情绪 严重的还会引起 机体正常功能的衰退 解决办法 一、夏天积极调整饮食起居 用游泳等运动方式 消除负面情绪 二、冬天多吃些蔬菜和水果 多参与户外活动 晒晒太阳 提高室内自然光线等 这些都有利于排解消极情绪 没错 身体垮掉前 给你的最大提醒就是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 有人曾说 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 远比细菌快得多 人生路上我们遇到的最大敌人 不是能力 不是条件 而是情绪 生活有些烦恼并无可避 别人找来的麻烦无处可逃 我们无法改变别人 但你也可以调整自己 不争辩 不解释 不计较 还是那句老话 世间欺我 误我 骗我 如何处置 你只需要记住 不要理他 再待几年 你且看他 别计较 有些人 有些事情根本不重要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但做自己 莫管他人 前两天看到一句话 身体的病都是情绪打了败仗 这话说的一点不假 人的情绪和身体健康密切相关 不同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 中医里就有慎逐恐惧 甘厨愤怒 非常哀伤的说法 希望大家以后 也能多关注一下自己的情绪 学会静下心来感受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 都能找到唐桃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